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启程离京对美国进行他上任以来的首次国事访问 首站是美国西海岸太平洋门户西雅图 习近平此次访美一路都是亮点 全美各界充满期待 第一站西雅图正在展现他的精心准备和代课热情 西雅图 衣衫傍水的翡翠之城 因为两部不同时期热映的电影 西雅图夜未眠及北京遇上西雅图 让不少中国人对西雅图这座美国城市毫无陌生感 把许多有关爱情与浪漫的美好想象附加于此 如今这个隔着太平洋与中国遥遥相对的美国西海岸城市 作为习主席访美的第一站再次成为焦点 目前西雅图已经准备好以极大的热情迎接习近平的到来 西雅图当地电视广播等媒体 连日来都大篇幅报道习主席即将来访的消息 市区将实施三天的交通管制 而华盛顿州长英斯利委任前州长洛家辉 前州长克里斯格雷光尔 带领由30名政商界领袖的团队欢迎习近平主席 该团队包括波音民用飞机集团总裁雷唐纳 微软公司首席执行官萨迪亚纳德拉等等 微软华人协会届时也将组织华裔员工举行一系列活动 来欢迎习近平23号对微软的访问 人们普遍寄望在西雅图的访问行程 能够助力中美两国的关系发展 而事实上不仅仅是西雅图 对于习主席的访美之情 美国政策界和舆论界 关于中美关系未来走向和发展前途的讨论 也更加如火如荼 网络安全和南海问题 成为美国主流媒体普遍猜测 中美双方将着重商讨的热点议题 尽管在一些议题上中美存在分歧 不少美国人士对习主席的访美 仍然表达出了积极的信号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 21号在乔治华盛顿大学 就对华政策发表演讲时 一开始他就表示 美中是面向未来的 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赖斯更明确表示 如果只聚焦美中之间的分歧 就会看不清美中关系 整体进步这个方向 如果美国不与中国接触 那将是危险的 好的 新闻话题呢 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 时事评论员张斌 以及台北的嘉宾邱毅教授 习主席访美首站安排在西雅图 那么今日美国报报道说 习近平访问期间呢 会有重大的商业消息 很有可能就在这访问的头两天 也就是习近平在西雅图停留期间宣布 张斌 你怎么看待这样的报道 应该说 这次习近平主席访美啊 是在国际形势发生了 深刻而复杂变化的大形势下 也是在中美的两国进入了新的利益时期的 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进行的 那么选择西雅图 首先来讲我们知道 西雅图和他所在的华盛顿州 跟中国的经贸往来是非常的密切 一些大公司总部 像谷歌呀 亚马逊啊 波音啊 微软啊等等 也都在这个西雅图 因此啊 这个地方是一个工商业聚集的地区 在美国也是具有显著的这样一个经济色彩 那么这次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呢 应该说政经结合 是他这次访问的一大亮点之一 就是政治议题 经济议题 相互配合相得益彰 也凸显了中美两国 不管是在政治议题上 还是经济议题上 都要有密切合作的 这样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 所以呀 很可能习近平主席在这个西雅图期间呢 会宣布相关的这个经济方面的 重大的合作和利好 其实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 中美两国利益方面啊 联系紧密 成果巨大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其实经贸合作就成为了中美关系 良性发展的一个压仓石的 这样一个基本作用 所以如果在西雅图 有重大的经济合作的消息出台的话 我觉得并不奇怪 而且是恰逢其事 21号就在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啊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就美国对华政策和美中关系发表演讲 他明确表示说呢 如果只聚焦美中之间的分歧 就会看不清楚美中关系整体进步这个方向了 赖斯的一席话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 苏珊泰斯是奥巴马最重要的国安幕僚 也担任了现在白宫国家安全顾问 所以苏珊泰斯的说话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他言下之意非常的清楚 中美之间有合作也有竞争 有合作也有对抗 但是就中美的关系来说 合作是大于竞争的 合作也大于对抗的 可是有些人把焦点放在中美之间的冲突 放在中美之间的对抗 放在中美之间的矛盾 苏珊泰斯很明白的说 你不能只看分歧的这一遍 要让中美两个亲情大国关系 整体来看 合作性合作的部分 还是比竞争对抗的部分要大得多 而中美之间有哪些可以竞争合作的呢 例如网络安全 本来应该是中美之间分歧很大的部分 但是如果中美之间能够携手 共同打击网络犯罪 这不就合作了吗 何况现在世界经济的危机 金融的危机 蠢蠢欲动 而中国经济转型造成的下行风险 美国当然希望中美之间 在国际的经济跟金融上面 能够携手合作 美国的企业希望到中国去投资 中国也希望有美国的资金挹注 来减缓现在资金外流的风险 所以中美之间双边投资协定 BIT固然仍有一些分歧 但是双方之间都有让他通过的共识 所以中美之间合作的空间 其实远比冲突远比分歧要大得多 苏珊泰斯点租了问题的真实面 也突破了现在美国正在大选期间 所以各种偏激激烈的批中的言论 里面有很多的不妥之处 苏珊泰斯也等于间接的指出来 目前的像共和党的某些候选人 在言语上面是偏激的 对中美关系其实是不利的 赖斯的这番讲话 其实我觉得表明了两个态度 一个是不回避目前所存在的一些分歧 和一些矛盾 那么这些矛盾 如果能通过国与国之间的相互的这种了解 和相互的这样的一个谈判 那么很多矛盾是可以化解的 另一方面在分歧的同时 我们要看到两国之间这样的经贸联系 这样的政治合作 在很多的国际问题上 在很多的领域都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 两国之间的关系 必须是一种新时期的大国关系 这种关系不仅对中美两国未来的发展 有着无比强大的作用 同时对于地区的和平 乃至于世界和平 都会发挥出重大的意义 因此从这个层面上来讲 不管是中国和美国 面对分歧可以商谈 但是一个大的趋势是不能回避的 那就是两国关系 必须朝和平发展的方向 相互交流合作的方向来发展 因为两国一旦发生了任何的冲突 很可能会殃及其他地区以及世界 从这一点上来讲 赖斯的这番讲话相对还是比较客观的 好的 谢谢二位的分析和点评 我们稍后再做请教